在全台國人團結防疫之下 中華職棒例行賽13號終於在抖六跟台南開打 抖六賽場魏全龍將對上富邦漢將 台南賽場則是樂天桃園對上統一師 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蔡其昌表示 衰受疫情影響 球迷無法親身到球場感受熱血氣氛 但還是希望大家能待在家中支持中華職棒 那遇到了這個疫情 所以我們就停賽 那今天的選秀會就是代表職棒的勝利軍 就是我們不斷要有心血進 明天就是中華職棒的副賽 那希望雖然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立刻開放給大家進場 但是我想大家在電視機前面 替你的球隊替你的球員加油 昨日公布選秀會名單 可見許多原名選手 在第一輪選秀中 來自花蓮阿美組的江紹慶成功 被富邦漢將選中 成為今年選秀狀元 魏全龍也在第一階段 將排灣組好手吉利吉拉廣關納入旗下 然後接下來就把自己的狀況調到最好 然後就按照聯盟這邊的下半季 就是我們選校可以出賽 所以就把自己的狀況調到最好這樣子 隨著賽季開打 加上許多優秀心血加入 為中華職棒下半年賽季增添更多可看性 原日新聞喇報 吉佛洛安台北市採訪報導